今天我们将会制作披萨 披萨的配料可以很多元化 今天我们用的配料就有 干茄、黄椒、青椒、黄梨还有香肠 另外还需要一个饼皮 传统式披萨酱料以及芝士 首先把材料切成薄片或者切丁 就看您准备要怎么装饰你的披萨 当然你可以随着个人喜好 放入其他材料 做出不同口味的披萨 比如用黄梨和鸡肉丁 做出夏威夷式披萨 或者也可以放小虾和吞纳鱼 很多人喜欢吃披萨 却以为要费很多功夫 才可以做出一个像样的披萨 其实做披萨一点也不难 今天你看了这个示范以后 马上就可以用法兰斯烤箱 亲手做一个了 材料都准备好后 先在饼皮上抹上传统饰 谢谢大家 接着 我们 都